哇 已经好了 这面包鞋整整的熟了 里面有好多蟹膏 咕咕雷达咪 石头的小凯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潮汐也不大 大约只有80多90 不过我决定还是来碰一碰硬气 因为这个月内只有这一周 还有在月底的益州会有潮汐 但是今天人有点多 看 上面有两个小海葵 不是小海葵的 这两个大海葵 还有这块石头上面有东西没有 倒起来看一下 全是鲍鱼 看见没有 拉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一块石头上都是 还在跑 你看 之前还有小伙伴说 这个鲍鱼怎么会跑 鲍鱼跑得很快的 你看它一跑就往里面缩 现在因为是鲍鱼的交配器 你看上面全都是这样的小鲍鱼 这儿有一只 还有这儿小小的 然后这儿也有一只 也小小的 就给它放回去了 看这个海带 这个海带就是能吃的 它长一将就冒上 直接就能吃 长得像鹿角一样 这种直接生吃都可以 有点脆脆的 就是海水的那种味道 这种牙壁上长了很多 就是海葡萄 也是一种海藻 这种也是能够吃的 这个味道比刚才那个更好 这个有一点点像那种海鲜的味道 我感觉我感觉今天怕是真的要翘海菜了 这种水坑里真的要认真找 他们唯一可能没发现的 就是这些大水坑了 哇面包蟹面包蟹 这里这里 好大 两只 这还有一个 看 绝对是没被他们发现的 他们没有过这边来 这儿还有一个 这里这里这里还有一个 这儿 看一下吧 就这种石头洞里 那只大的可以 咱先看这只小的 这只小的我觉得 估计应该是吃不了 这个面包蟹就是这样 它很爱卡这个石缝 它整个身体会支撑住 石头的各个面 所以 你不要以为 你看着它在那里 你可能弄得出来 但其实你就不一定能 把它弄出来 这个小的过一会儿 等它松一下 我们先搬大的 这个大的应该好搬一点 因为这个石头 可能无法把它整个卡住 你知道这个面包蟹 它的原理是什么吗 就是 它是 它相当于是整个用 它的身体的力量 就是去抵住牙石 动了 牙石壁上 你不能用蛮力 上次那个面包蟹 那个钳子就是 我摄影师它没有经验嘛 它就用蛮力去扯它的钳子 直接钳子就断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这一下跑不掉了 看它里面还有一只腿 在里面卡着呢 快了快了 来了来了 终于 快出来了 好了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 有可能会 扳断它的腿 看这个地方 它脚就死死的 抵住这个岩石缝 一取 它就出来了 这个蟹身上感觉有很多伤 又是这样 吊着我的手套 想等它掉 看这个蟹身上有很多伤口 它是生病的吗 有可能是被以前赶海的人 他们给戳伤的 你看前面这些地方也有 我看一下这只蟹有多大 面包现在长得14厘米 这只差不多16厘米左右 可以拿走 我看一下这个小的 我能不能搬出来 扣不出来就算了 因为小的那只 不太达标 应该是没有达到可以吃的标准的 水在涨了 算了吧 算了吧 咱找点其他的货 走吧 咱换点其他的 我去里面还有一个 疯了疯了 这个坑里是两只 看这还有一个 这个就小了 这个应该是它的小崽子 那个应该是个母蟹 你看这个就好搬出来 因为这个小 这个应该是孩子 这个大蟹是这么盖在它身上的 保护它窄子 这只母蟹可以拿走 这只小的就拿不走了 因为没有达到规格 咱拍完照就把它放回去 然后把它放回这个小洞里 看还能不能找点其他的 走吧 前阵子欧洲杯 你看超市的口袋 我还装面包卸的 都是欧洲杯法队的 法国国家 可是被淘汰了 最近那个梅西不是来那个巴黎 巴黎圣泽尔曼了吗 喜欢梅西的抠1 喜欢瑟罗的抠2 两个我都还行 但是我不喜欢巴黎圣泽尔曼 如果你喜欢的话 咱们俩信仰不同 哇 它上来全生蚝 要不要敲点蚝回去 来吧 这蚝那么大 哎呀 不得了 不好意思 这个翘翻了 很甜 我整了4个 这个小点 这下面有很多这样的石板 这石板下面很多时候全是暴雨 看 我给你们看 一块石板上 看 一二三四 全是 这块石头也是 恐怖吗 吓人吗 就是那么多货 这儿还有一个鲍鱼 翻起来了都 大家可能觉得国内鲍鱼卖的很便宜 但是在法国鲍鱼其实卖的很贵的 因为全都是这种野生豹 因为全都是这种野生豹 这儿有个虾 来了 跑不掉了 看 还是蹦打呢 他们很多人都来露这个虾 身上有一些那种花蚊 很调 它只能长这么大 味道特别甜 生的都可以吃虾 我知道你们想看 那我就吃一个 嗯 好吃 好甜 我不想你们吃过 国内有一道菜叫醉虾 那个我挺喜欢吃的 好像是用黄酒还是花雕 来把虾醉死 这儿又有一个面包蟹 我现在不把水搞混了 在这儿看见了 一击致命 这个就好吧 你就不要想卡住了 一看就是个年轻蟹 哎呀呀呀呀 这只蟹好干净啊 大家如果来这边赶海啊什么的 就想要这样的卡 去各个旅游局啊 当地旅游局都能领的 哎呀呀呀呀 这个蟹咋那么凶啊 看来年轻真好是吗 是符合规格的 刚刚 刚刚十次 超过一点点 也是可以拿走的了 我考虑了一下 还是算了 因为那个蟹已经够我吃了 我准备把它放了 嗯 我不放那个坑里 有会儿有可能还有其他赶海的 又把它给抓了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啊 我要把它放到那个深海里边去 好吧 走吧 他就会去躲起来了 咱们再把点这种清口 可以一起烤 你看这种清口上面全都是藤壶 这种野生清口就是这样 潮水又开始涨了 咱往回走吧 把它做成吃的 像这种海边上啊 还有很多这样的野果树 你看这个就是那个苹果树 都能摘的 不知道甜不甜 怎么有点涩口 哇 好全 一个树上都是 面包蟹的处理啊 其实很简单啊 如果是比如说烧烤的话 直接把它裹起来就ok 放在这边吧 两个大龙虾钳子 放上来 清口 这个一烤就开了 简单粗暴 今天我生蚝没有开生蚝的器具 只能丢下去这么硬烤 哇 已经好了 这面包蟹整整的熟了 哇 里面有好多蟹膏 这些是蟹的蟹腮啊 这种东西咱们不能吃得去 就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心里的作用 我一直觉得就是海里的螃蟹 除了帝王蟹以外 无论是面包蟹 还是海蜘蛛什么 我觉得都没有兰花蟹那么好吃 就是那种 兰花蟹属于那种湖海蟹嘛 就是很凶猛 这个清口大概已经熟了 这肉还挺肥的 看 特别甜 今天没带蒜蓉 一大败笔 这么大一块蚝肉 我摄影师到底在那吃啥东西呢 来 给你吃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观众 我的狗已经生无可恋了 它知道我被给它吃 诶 咯咯 想尝一个吗 有点烫 鲜 鲜